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像在度日子 只有在放假前才感到安慰 从开始工作 就开始想下次怎么说要放假 仿佛现在的人生 都是为了那短短的假期而活 以上种种 如果有一点点情况 你发现 你会想投射到你这阵子的日常生活情绪里面的话 或许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可以帮助到你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就算人生事与愿违 也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作者松三纯 是位企业研习讲师与心理咨询师 2003年开始发行的电子报 给领袖的108封信 广受好评 读者数量超过4000名 到目前为止的15年间 持续为商务人士进行个别资商 回答他们的烦恼 2010年取得以心理学家 荣格的心理类型议论为基础 所开发出的国际性格分类征兆 NBTI 以2011年所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 开始仰慕知名心理学家 也就是活出意义来的作者 维克多·弗兰克 他将荣格与弗兰克的心理学见解 采纳进他举办的活动中 以经营者 中间管理阶层与领导者为对象 进行个别资商 企业研习与演讲等各式活动 本书的书写方式 是用类小说的方式在书写 帮助你能够以主角的角度思考 投射思想 借此阐述本书主轴 意义治疗心理学之父弗兰克的思想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弗兰克心理学 弗兰克的全名是维克多·弗兰克 是一位奥地利神经学家 精神病学家 我也拿第三代心理治疗学派 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办人 更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他是纳粹集中营中生还的幸存者 他获得过世界各地29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曾经在209所大学中演讲 出版的32本书 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 其中活出意义来一书 共售出900万册 他是奥地利科学院荣誉会员 他的存在主义分析被称为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 而他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意义治疗 所谓意义治疗 是指协助有需求者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义 强调是人生对自己抛出疑问 借以改变人生观 进而面对现实 积极乐观地活下去 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把弗朗克化身为外星人歐吉桑 来跟主角对话 开始这本书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通常也都是读者的故事 或是感受贴切的缩影 你会开始把自己投策成书中的主角 跟着故事节奏走下去 至少我就是这样 随着主角最后得到心灵的释怀 我也跟着释怀 学习到了如何放过自己 继续练习与修正 对于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方式 这本书用了7天的故事时间 帮书中的主角完成疗程 疗程结束之后 你如何运用书中分享给你的思考模式 进行你对这个世界 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态度 就操之在即 故事一开始 马上就叙述主角辛劳的生活 明明是知名连锁服饰店的店长 却被打工的员工 用不好的口气对话 无力无心反击 被区域的督导用非常不堪入耳的言语戏虐 在众人面前被羞辱 为了自己的社交圈可以更广 或者是更白话一点 因为心灵匮乏 所以去参加各种演讲聚会 或是启发讲习 却都参与到类似直销大会的聚会 让自己心灵更加受挫 原来那些启发演讲的导师 都是想推荐他们的产品给他 之后主角经历了一整天的疲劳轰炸 加上启发课程的失望 开始对人生失去信心 还在回家路上差点就决定解决掉自己 离到家之后就遇到了书中的主角外星人 歐吉桑在半推半就的状况下 开始了这七天的心灵旅程 歐吉桑号称是来自未来的外星人 拥有突破现阶段人类的科技 只要感受到人类非常沉重的心灵波长时 就会选择是否现身来帮助人类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设定 主人公在跟歐吉桑抱怨的时候说了一句 这还有什么意义吗 歐吉桑表示 这句话就是工作上没有能力的人 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们经常在想 我做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没成功 浪费时间青春岁月在上面 有什么意义 最常碰到的几个状况就是 父母在你成长阶段就打破你的梦想 小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当个很厉害的篮球选手 父母跟你说你别做梦了 打篮球养不活自己 还不如好好念书出去找份好工作 以后可以做个在职场上拿笔的工作 绝对比做劳工阶级轻松快活 原生家庭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学习传承的 或者是 你跟你朋友分享一些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方却泼你冷水 说你这样是在浪费时间 还不如拿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去做别的事情还更有意义 好 有趣的问题来了 有意义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能只是单纯的喜欢做这件事情吗 我下班就想要追剧刷费放松自己 你却要我白天上班晚上念书假日批判 工作已经够累了 为什么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过生活呢 告诉我该怎么做才有意义 我就不能单纯的只是觉得打篮球很快乐 有个白日梦 幻想自己是NBA选手一样的开心打篮球吗 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做完这些事情如果让我更快乐了 这就是意义所在 有个很有趣的传言是这样说的 约翰兰隆说 五岁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快乐是人生的关键 上学以后 他们问我长大之后的志愿梦想是什么 我写下快乐 他们说我没搞清楚题目 而我告诉他们 是他们没搞清楚人生 当然现实真的很重要 没有面包拿来快乐人生 但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都毫无意义的 你可以因为很喜欢单口喜剧 然后一直练习段子 从人在美国就开始到处练习 培养自己在舞台上的胆量 最后终于在网路上因为某些段子而爆红 开了脱口秀节目 和属于自己的单口相声大型售票活动 或是因为热爱篮球 曾经是个篮球果手 后来因为受伤而转战演艺圈 在演艺圈开批自己的事业版图 努力结交各路好友 最后 靠着多年来的努力和人脉 创立了台湾新的篮球联盟 继续为自己热爱的篮球打拼 又或者 你只是单纯的想要分享英文学习的方法 开始拍影片上传英文教学 结果不小心订阅数开始多起来 结交了非常多有创意有意思的人 自己开始也有影响力了 甚至可以在短短时间内募资成功 让台湾可以在纽约时报登全版的广告 让世界知道台湾是有能力的 或许这些或许 这些人原本的初衷不是做这些事情 至少在他们做热爱的事情的当下没有想到过 但他们跟随着自己的热情 遇到了那些生命中累积的人事物 造就了他们有意义的现在 生活中的每段经历 只要你正面去看待 在未来都会变成很特别的资产 本初的主角是个服饰店的店长 因为业绩没有达到总公司要求的标准 已经被警告会被放的裁员名单了 自己也灰心丧志 准备放弃这个当作他梦想中的工作 甚至是放弃自己的生命 当然就在一个机缘下 他用尽全力协助了一位客人 最后那位客人非常感激 因此写信到总公司感谢主人公 让主人公脱离裁员名单 或许他在帮助人的当下没有想到 因此可以保住工作 他一心只想帮助人 没有去思考任何其他的意义 但这些看似对他没什么帮助的事情 却累积起来产生非常有意思的结局 我们经常在内心询问 这有什么意义 或是更大的问题 人生有什么意义 说中把这个行为称为追求意义的意志 这样做本身没有任何对错 既然没有对错 我们来谈谈利弊吧 先说坏消息 如果过度的追求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 很容易变成在执行之前过度思考 导致你浪费太多时间在想 而没有去执行 还有一种是 一直思考一直犹豫 也一边的去执行 但事情结束后 也持续的在思考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搞得自己怅然若是一样 心里很不对劲 那我们来谈谈好消息 但我们把该做的事情 与想做的事情都执行完了 我们来思考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 通常往正向的方向思考是 我们都发现 这样做好像真的还不错 例如 虽然扶老太太过马路这种事情 真的在你敢去约会之前发生了 让你约会迟到 但你约会的对象 就是这么碰巧 看到这一幕 直接大加分 在书中的主角 一开始只是想要帮助那位客人 完全没有想到别的部分 尽管过程非常麻烦 但最后看到客人心满意足的笑容 心情也就踏实满足了 这就是本书强调的部分 不管遇到再怎么艰辛的情况 人类依然可以从人生中的意义 得到满足感 当你在内心出现 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的对象是谁呢 是自己还是人生 当然 就是想不透 所以问自己 没有立即的答案 但人生呢 人生也不可能马上回答你 总是要等到事过境界之后 才能够体会 书中给的解法就是 人类其实才是被询问的一方 只有人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而人生随时都在向你抛出问题 人生会赋予你各种烦恼 和困难 并且一次次的问你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老生常叹 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广度 加上现实 我们人生中真的有非常多无法改变的事实 例如 我的长相 身高 父母 智商 但是 我们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却可以在接受宿命的情况下改变命运 书中提到的这个概念就是 所谓的命运 就是生命的营运 意思就是 一个人在诞生之后 怎么样营运自己的生命 这方面都是自由的 或许你会说 可是有些人生下来就在贫穷的家庭 或是出生在很不容易的国家 那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吗 的确 但如果生长在贫穷的家庭 但是在懂事以后 开始思考 如果 我想让我的父母 家庭 以后更轻松一点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更努力的找方法往上爬 那命运 就真的被自己改变了 那如果碰巧出生在很不容易的国家呢 我认为快乐与痛苦 是比较出来的 我们现在 处在相对自由的国家 对于相对不自由的国家 有些东西是很难得到的 毕竟 他们本来就不曾拥有 自然就不知道自己可以拥有 像是投票之类的 书中的偶旗上叙述自己的过往时 其实就是作者在隐喻维克多弗兰克 当初在集中营中的生活 即使每天只能重复做一些苦差事 毫无自由可言 有些伙伴依旧可以因为一些小事 露出弥足珍贵的笑容 对的 在那个人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的集中营里头 依旧能够微笑的秘诀 就是改变你对生命的态度 或许命运发给你的牌面不是那么理想 但态度通常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如何打出一手好牌的关键 就是你的态度 你可以一拿到牌 就开始愤愤不平 自己的牌有多烂多糟糕 然后自暴自弃 输掉这一局 或是心平气和的面对自己可以掌握的部分 尽自己所能的面对这一局 所谓牌品及人品 平时好来好去的状态 大家都可以是温柔有耐心或是彬彬有礼 但碰到糟糕的状态 每个人面对事情的态度就会大不相同了 有些人认为 就是老天爷要跟他作对 开始自怨自异 逢人就是在抱怨 久了事情没解决 朋友倒是被吓跑了不少 有些人认为是挑战 所以抱持着 要跨过这个门槛才算是超越自我 用这种心态突破了困境 得到他人的尊敬 还有自己内心的踏实感 一片心情就是一片风景 你面对事情的态度 决定了你的心情 与心中人生的风景 我们经常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生下来的使命是什么 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 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 我们到底活着是要做什么 从咕咕坠地 牙牙血雨被捧在手掌心 到出了社会 以为可以大展长彩 但实际上却是被社会折磨 然后照着社会世俗的SOP 结婚生子 扛着房贷 在还没参透人生的意义之前 就面对到生命的尾声 我们人生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书中的主角碰到这个问题 一开始的回答是 我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服饰店当店长 我能用什么作为呢 我机上当下给了他三个字 使命圈 或许这个服饰店小小的 营业额并不多 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 依对那么几个员工与工作生 但回想一下 主角在一开始努力地协助了一位顾客 最后那位顾客心存感激的回馈 而主角也因为顾客的感谢性 保住了工作 也许这些事情没有像拯救世界那么伟大 却也是某些人的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还记得一开始主角不顾一切 为了帮助顾客的心态吗 那就是心中很单纯的 只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心情 那就是典型的抛下自己 也就是书中提到的超越自我 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做好一件事情 你会有自己的一条标准 真的只是喜欢做一件事情 你也会激发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 例如说 看到有趣的数学公司一头栽下去 头抬起来 已经过了五六个小时了 开心的研究游戏破关的招式 一不小心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单纯的觉得开车很好玩 一个不小心进去了一个无敌的淋雨 单纯觉得打球很快乐 不小心进入了神奇的境界 这些都是超越自我的范例 只要你够专心 并且单纯的专注在当下要做 或是该做的事情 你的表现都很容易超乎你的预期 无论是谁 人生都充满了意义 我们都是奇迹 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 或许说了这么多 我们到现在还是会持续的不断苦恼和思考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但我认为没有关系 回答人生的问题 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唯有深深苦恼过 才能因为苦恼而后的智慧 只有自己走过的路 自己才会记得 小时候让爸爸妈妈再出去玩 最后都不会记得怎么去的 长大之后自己做功课 研究出来的旅程 每一幕你都印象深刻 我们绝对要有耐心 我们平均都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为什么一定要在四十岁以前 就要把人生的意义就搞清楚呢 你可以去问七八十岁的人 他们搞清楚人生了吗 光是可以平凡的生活 就是七十四亿个人类里面的奇迹啦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世界上的佼佼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时区 有段文章我看过之后非常印象深刻 纽约比加州快三个小时 但这并不代表加州比较慢 有些人二十二岁就大学毕业了 却花了五年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些人可能二十五岁就成为CEO 所以在五十岁就死掉 有些人可能在五十岁才当上CEO 却活到九十岁 当有些人已经结了婚 还有小孩 其他人可能还单身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区里 你身边的人可能看似领先你的人生 但这也没关系 有些人可能同时也看似落后你的人生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面 用自己的速度奔跑 不用羡慕或是模仿他们 他们在他们的时区 你在你自己的时区 人生需要等待对的时间点 而每个人在人生的这张试卷里头 都有不一样的问题需要去回答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 你没有领先 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处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准时 或许成就非凡成为佼佼者 第一名是很厉害的事情 但真正重要的是 你是最特别的 你是唯一的 我们一起认真生活 加油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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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族卷里头